家人們晚上好 遲到了 遲到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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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謝謝年月燦爛送的 蹦迪 第一 蹦迪是什麽 是最近更新的新禮物嗎 我沒有戴你 沒有戴你 sorry 我沒有戴眼鏡 我現在想要看到的話 我又敢很誠心賺助的去看屏幕 謝謝Lightlight的螢光海 我最近新出的禮物 哇 竟然還有特效欸 今天什麽節約啊 為什麽要出新禮物啊 因為母親節嗎 應該不至於吧 確實用了評價實惠 並且還有禮物 特效 謝謝Nosconofte的99個螢光棒 謝謝你的螢光棒 母親節蹦迪 謝謝在未睡不醒的蹦迪 母親節蹦迪 那這母親就是氣到寧願不過這個節 謝謝 喬喬的K的螢光海 螢光海 就是現實 現實的嗎 是五一的吧 五一的吧 只不過因為五一 上班沒趕上 沒趕上燙 所以現在才出現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有一個什麽黑色的 對 是五一放假蹦迪 然後我一感受到一片蹦迪的時候 感受到一片螢光海 我決定以後直播不化妝 怎麽樣 就 都有點看不清你們打字 因為我有點散光 你們打的這個彈幕都 就 拉出光絲了 拉出光絲了 大家這麽多年 長什麽樣子 彼此也都心知肚明 是不是吧 這麽多年 沒必要再向你們遮遮掩掩掩 不是剛睡醒 是該睡了 該睡了 所以眼神中有一絲命 該睡覺了 叫什麼 該睡覺了 叫什麼 谢谢明江江那的蹦迪 谢谢你的蹦迪 带王怎么会出 这么实惠 且有特效的礼物呢 让人很诧异 谢谢比较可乐 迪光海 让人很诧异 薄力多削 带王这削的还不够多 他还要有多削 谢谢 我只推你真的的迪光海 谢谢你的迪光 谢谢阮迪都吃着迪光海 我打一个公告 确实不化妆感觉人很清纯 好清纯 化妆的话会感觉到很羞或者很欲 性灵更棒 但不化妆就是很清纯的感觉 看起来年纪就会变小一点 为什么这么困 是因为我今天上午11点 又跟小学生玩了一把 因为我们又约好了11点 玩一把 然后就一直没有睡 看起来 看起来不到30岁 你却死了 本来就不到30岁 你滚了 不要说话了好吗 不会说话 别说话 好无语啊 无语了 我被无语到了 我被无语到 好 发公告 我在发公告 晚上好呀 晚上好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刚才发公告 好了 发公告了 没有什么需求自行选择 谢谢若鱼 做西部规律版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谢谢你的Batterfly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好哑 我的嗓子 你的ID还没有省号好 你的新ID叫什么名字 我昨天和刘杰 还有刘贤他们玩游戏玩的 一直在喊 我今天不玩了 痒一痒我就破伤了 喝口水 太哑了这个嗓子 哑到一种境界 对 打游戏 好 打游戏 骂的就 我叫 玩的不是吃鸡的版本 玩的是吃鸡里面的一个火拼 一个很刺激很精彩的 叫军备团进图书馆 就在图书馆里两方交战 谁先杀到18个谁就赢 然后杀了就又活死了又活活了又死 对 我很喜欢喝这个乌龙茶 我喜欢喝它的无糖版 如果你把这个乌龙茶兑一点 牛奶的话它就是耐缠了 那我决定等会兑一点牛奶 光喝还是有点没滋味味 哦 我昨天说过了 记不出事 不是大乱斗 有点像站点团进 但它不是站点 它就是要杀人 真的吧 就变成深深乌龙了 那深深乌龙也太简单了 好简单哦 玩过吃鸡梅的和平运动会 友善的直播的时候 我玩了和平运动会 好难哦 我嘴点都不好玩 好难哦 操作起来好难哦 我第一关都过不去 跑酷 就是那个在海里面 如果掉到海里面就会死 还有那个扶桥上面不能超过三个人 超过三个人扶桥就会垮 那关我都过不去 还有这个 我最后是在大转盘上 死活都转不出去 多练一练就好 我觉得我好难不想练 怎么玩这个都得练习的 谢谢我就是这么熟练的荧光海 这个礼物真的是实惠 又挺华丽的哦 比其他的同价位的礼物来说 算华丽的 谢谢我就是这么熟练的蹦迪 而且你们看这个蹦迪 123456 16个带王在蹦 看来是带王自己想蹦迪 原来是我们带王想蹦迪 蹦起来带王 6个光头带王 头一点口红 好没有气色 就是带王 就是带王居家隔离的时候 突然很想蹦迪了 他就创作了一个福利产品 他就说既然我这么想蹦迪 我都蹦不了 那为了宽慰大家 就跟我一起蹦迪吧 但是如果带贵的话 就没有人跟我一起蹦迪了 为了让跟我一起蹦迪的人多一点 我现在就来制作一个 带王居家隔离吗 应该是在上海的 应该工作人员都应该在家里隔离 可以 嘴巴脱的不错 让个猪油嘴 谢谢柔月泽西部归类版的蹦迪 是不是这个蹦迪 很划算 我没加脸 终于想通了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限定礼物是什么 是冬天的限定礼物 是不是暖暖 你们记得吗 我很喜欢暖暖 我觉得暖暖非常的温暖 像暖气片一样 觉得暖暖很可爱 怎么劳动节不出一个 劳动最光荣的那种 礼物呢 就是一个小带王 光头带王在打扫卫生的 做家务的这种礼物 好没有劳动节的氛围 怎么我们法定节日 劳动节不配拥有一个礼物吗 对不对 劳动节都过了 因为戴王可能隔离都没有什么辛勤工作吧 那搞个五四青年节也行 端午节吃点粽子 搞一个吃粽子的特价 每天都在帮戴王想 这个笑 没有意义 谢谢明江江的荧光海 谢谢你的荧光海 我能跟赵岳有合作舞台吗 谢谢Lighted的本地 谢谢你的本地 有啊有啊 我明天就加入印堂了 谢谢North Knoft的荧光海 我明天加入印堂 然后跟他们一起毕业 我现在就申请 我打报告 我做一个PPT 我申请 带王投合 我是印堂少女之软糖 对我是小熊软糖 大家提醒我 算了 不用提醒 我自己定一个 我觉得我们以前的 有那头的不像合作舞台 就是 闹着玩的 因为以前的歌舞 也没有那么卷 你知道吗 以前的歌舞 还有合作的Unit 不是为了让粉丝课堂的 以前的那种双人舞台 不是为了让粉丝课堂的 也不是为了在舞台上 做出一些 让粉丝 遐想的 营造暧昧气氛的舞台 以前的双人舞台 就真的 就是为了表达情绪 真的就是为了表达情绪 我们就是 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 想要搞成这种类型 表达情绪 所以我觉得只要能表达出来情绪就好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以前的双人舞台 你就会觉得很乏味 因为它没有什么 暧昧的氛围 没有什么性感的动作 也没有让人磕生磕死的桥段 但就是大家 兴致所来的时候 想表达的一种情绪和展现的一种内容吧 跟现在的双人舞台是差别很大的 按现在的规格和标准去看 肯定是觉得不够的 乏味啊 觉得有点 兴致没到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是一种 谋生手段吧 谢谢浮沉的荧光海 谢谢浮沉 谢谢浮沉 大家也不用一直说什么 哎呀喜欢以前的舞台 不喜欢现在的舞台 可是就是因为 CP舞台 才会有更多人看到 才会有更多人去磕呀 成员也没有办法 大家也只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关注自己的舞台 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说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 人很难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做清流 你要在这个大环境中做清流 那你就只是一文不值了 谢谢软音都吃得 Bundi 谢谢你的Bundi 是吧 所以你一直跟成员说 你不要再做CP舞台了 想看你什么什么样的舞台 嗯 他也想的 只不过呢 CP舞台更有关注度 如果这个舞台 连看都没人看的话 会失去创作的 动力的 所以不用怪成员了 修饰大环境不一样而已 对 版本不同 今天衣服好看 今天衣服很热 我就没有衣服穿了 我就没有新衣服穿了 很难受 而且按我现在的直播频率 真的是 衣服已经穿完了 凉块的衣服已经穿完了 现在周身热的衣服了 就比如这件 都是老鼠 想解封人 想吃个老公 我好像想購物 購物 謝謝桃花島岩樹枝的螢光海 謝謝你的螢光海 穿啥都好看 但是我想要穿不一樣的衣服 我感覺已經快了 因為我們現在到靜默期了 靜默期就是什麼都不能幹 不能點外賣 不能團購 靜靜的待在這裡 他們說靜默期就是解封的前兆 該解封 對吧 一直就不當 可惡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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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傑在幹嘛呀 我劉傑來來吧 他還算塔羅 那算了不打擾他 他都能算出塔羅啦 這塔羅借的沒人啦 他不會是拿著一本書翻著看吧 就測到什麼牌就對著這牌念 這塔羅借也沒人啦 還真是 我太了解他了 我太了解他了 好了 這蘇珊珊塔羅借 出了一個開卷考的 差聲快去教導他 蘇珊珊 好 讓他幫我測一次 可以 我不會塔羅 我只會測字 有人想測字嗎 我可以測字 他不一樣 他們都是那種西方的 紙牌玄學 而我說的 測的是中華文字的博大精神 不一樣的 西方的紙牌文學 就是只有那麼幾種可能 可是我們中國的 東方文字神秘力量 是可以千畫 千面萬畫千七百塊 對 我神秘的東方力量 我看一下測怎麼樣 我讓他給我測一個 你們想測字嗎 我也可以給你們測 我是還有前幾天給大家測的戰利品 測了好了 還有小本呢 我在這 測字啊 持續測字 很準的 我測字 他們都說我特別準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紅我 糊我的 為了讓我覺得準 讓我開心 糊我的 沒有人說不準啊 準啊 真的準嗎 真的準嗎 真的很準 還有朋友想測嗎 之前呢 倒也還行 上次很嚇人 很嚇人的已經到很嚇人的地步了 沒有學過 我就是 根據自己胡說的 信口胡說的 如果有人想測的話 就是可以測愛情 可以測事業 可以測什麼都行 錢財怎麼賺 都可以 各種方向 或者就像你如果追求一個人 覺得你們倆行不行 合不合 或者你的心動目標 能不能跟你在一起 都可以 我想劉姐給我測一個 胡說的一本正經 沒有胡說 不信你自己測一個 看一看是不是胡說 等輪到你的時候 就會發現 好厲害 給我測一個 給我測一個 天啊他怎麼不理我 都是不看不見我 生意來了是嗎 給我來一個測一個 但是我怎麼卡了 啊 這次來了但是我怎麼卡了 我看不見他 啊 我黑屏了 誰黑屏了到底 誰黑屏了到底 到底是我影響了他 終歸是我 啊他來了 我都算塔羅呢 來我給我測一個 說 要算什麼呢 什麼時候解封 好那我就給你算那種正常的牌了 就一張的那種 什麼時候解封 你可以 你可以 問具體一點 比如說這個月能不能解封 或者下個月 不不不不不 這一周那能不能解封 那你肯定不一定能抽到好牌 我勸 我勸你眼光放長遠一點 不 你別給我心理壓力 我就抽這個月 這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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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周 那我都可以告訴你了 不能 好我 你說吧 不行 你說的不算 讓塔羅牌來說 讓你自己照 說一個數字 22以內的一個數字 9 逆時針的第9張 倒過來第9張 我聲音都來了 春群你怎麼這麼雙標呀 春群 想我了春群 9是吧 1 2 3 4 5 6 7 8 9 看一下啊 噔噔 哎呦是一張正偽牌 哎呦 哇 正偽的什麼 不會正偽的倒吊人吧 進 看一下女基斯 誰呀 等一下有人敲門 女基斯是好的啊 看一下啊 春群的衣服嗎 什麼衣服阿姨 春群的衣服 阿姨那你進來吧 房卡就在門口 女基斯代表著靜態 就是說代表著事物沉靜沉寂的一面 而女基斯這張牌的能量和智慧潛在而不外露 那啥意思啊 跟著跟著解不解瘋有啥關係啊 需要自己去那個什麼吧 我給你讀一下啊 嗯 還要自己理解呢 暴秘神秘學未揭開 求問者是 女性史則代表著求問者本身 也代表著靜默 確實靜默起 你別動 那能不能出去 我就問能不能解瘋 他跟我這樣 他跟我讓我靜默有什麼用 因為我們這一周 我們不是靜默好多的天嗎 簡而 這到底啥意思我真沒聽懂 簡而言之 這張牌就是代表著各式各樣的神秘學 也代表著尚未完全顯露的智慧 在人物代表上 我是發現了 你算塔羅 是一點自我的理解都不添加到 對啊 你是在這照本宣科呢 那這 準準準 那再測一個 不理解不一樣嗎 再測一個 還要 測我 測我這 我這兩年內 能不能跟劉依菲 能不能跟劉依菲在一起 你這是不是有點浪費大事的零力了 你有啥零力 就測測吧 你就瞎測測得了 你這有啥零力 這有點侮辱塔羅了 能的話咋辦 能的話我現在開始行動了 這兩年內 要不能的話就是這兩年不能 數字給我一個數字 6 123456 我祝你抽一張逆位牌 祝我 一張逆位牌 這看的 不用看了 不可能 說一說 說一說 什麼牌 什麼的逆位 截至的逆位 截至的逆位 就是不截至 就是讓我去浪盪啊 就是能啊 這都不懂 我其實截至的逆位 不是一張完全那個逆位的牌 截至的逆位是好牌 我知道 這個逆位是聖杯中的水被倒出來了 對於自我的要求降低了 頭上的生命的光環漸漸漸失去了光芒 那所以到底能不能 別說這些有的沒的就問你能不能 你要不斷修正自己的腳步 你要不斷地改善自己 說不定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呢 無論 但是無法找到 就是無法正確地找到自己和真正的目標 確實找不到方法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方法 你要不斷地改善 但你又找不到這個 好準啊 就是沒有途徑啊 確實 其實我覺得還行 這個塔羅還行 還行 只要一段不斷地改正去找找他 感覺就是能行 哈哈 但你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現在除了找不到 其他都行 你知道嗎 我現在又被限制了 我現在打不開我的和平靜音了 等會兒過了十二點就行 你今天又玩了 過了十二點嗎 沒有 你今天又玩了 我剛醒了之後就玩了兩句 我十二點的時候我跟那個小學生玩了一句 我加了一個小學生好友 我好想念我的小紅腔那個小學生啊 對啊 你都應該加好友 然後一直約著玩 我天天都跟他中午來一把 對 小紅腔 嗯 他很可愛小朋友 好吧你搞吧我掛了啊 拜拜 這不好算的不好 他們說要申請去申請給我封號 不滿意 算的不滿意 這還不滿意啊 不滿意不滿意 沒得逞呗 什麼叫得逞 這叫兩情相悅 怎麼能用得逞這個詞 搞得我像個禽獸一樣 得逞了 掛了掛了 不滿意不滿意 來這個人 不信他算的不好 唉 大師還得修煉修煉啊 這算的讓人不幸福 不幸福 不幸福也不幸福 謝謝比爾康諾斯基的蹦迪 謝謝你的蹦迪 大師還是得練習一下 大師得添加一點自己的理解 騙一騙人也好 對不對騙人也是一種 語言上的暗示 講不定就成了呢 大師不能騙騙人嗎 大師現在就是有點照本懸殼了 呼 有人想找我測試嗎 我測試還是蠻不錯的 我測試蠻絲滑的 我測試都是自己想的 測試 測試的好是吧 你看這都有回頭客的 什麼都能測試 前世今生 這個親朋好友事業賺錢 都能測試 你看我什麼都能測試 你看我什麼都能測試 測得準吧 嗯 怎麼收費呢 就是老規矩 是一個全賬 真是有靈力找家人嗎 我下次把劉傑的塔羅牌拿來玩玩啊 我先學習一下 學習一下之後呢 我再給大家測一下 我學習一下 我注入一下自己的理解 期待了啊 測試都沒有人測 測試都沒有人測 塔羅會有人測嗎 謝謝若月做西部規律版的全賬 謝謝你的全賬 說 說 說你想要 做的字 說你的方向 迎來了我們今天第一位顧客 測你下擺遊戲能不能贏 哎呀我天 這要這麼即時性的嗎 是要非常即時的去 彰顯我能不能準是吧 人字 那你是什麼遊戲 你得說清楚你的遊戲 就是要即時的去 星際爭霸這是什麼遊戲啊 不是很了解 星際爭霸是要合作的遊戲嗎 如果這個星際爭霸是要人與人之間合作的遊戲的話 那你可能無法勝利 單人PK 哦那如果是單人PK的話 你就可以贏 為什麼說如果是團隊合作的話就贏不了 你看這個人 他的力氣是沒有使在一處的 他分叉了 他是一個人然後分叉了 所以如果他是團隊合作的話 說明你們的隊友之間 心沒有齐心協力 但如果你是單人的話 就聲明你這個人能夠在這個遊戲裡面做到 既顧左又顧右 就是能夠兼顧到各種的技能吧 兼顧防守與攻擊可能是這種意思 我也不知道這個遊戲是啥 所以這個遊戲是你能夠掌握的 你玩的很好的遊戲 是能夠在遊戲中去掌握大局 你看你的兩個腿 插在這個大地上 扎根在這個遊戲裡 說明你很愛這個遊戲 並且你對遊戲很有見解 很擅長 提前恭喜你先去玩一把吧 能贏 如果你是單人CP沒有任何隊友參與的話 你就能贏 如果你是團隊作戰有隊友的話 你就不能贏 快去去去 先玩一把 快讓大家知道一下我的我的能力 能贏能贏啊 這個簡單的字 送給你一句極力的吉言 沒想到會有人測這麼及時的東西 來測試我的能力 你是不是很擅長玩這個遊戲 你已經扎根在這個遊戲裡了 你們是不是每天眼睛一睜開 就在想這個遊戲 睡覺之前也在想這個遊戲 這個人字就告訴了我這個遊戲 這不會是托吧 這怎麼會是托呢 他要是輸了該咋整 他要輸了 是的你看啊 准不准吧 我就問你准不准 他要是輸了就證明他 技術不過怪 他要輸了也不能證明我技術不過怪 他輸了證明他技術不過怪 他贏了就證明我算得很准 一天玩八小時 那你該稍微節制一點 那你現在沒有被封號嗎封號 快去玩吧看看 不行來不及了 這一把玩多長時間 我通常就要下播了 下播了再玩吧 不是手遊啊 是網遊嗎 小程序不會是吧 不會像串山渣那種吧 雖然不是未扯電視 但是一天玩八小時也是有點過分 電腦遊戲 哇天這麼高級 我就玩不來電腦遊戲 我覺得拿個手機玩挺好的很輕鬆 然後還可以躺著坐著趴著都行 但如果你是電腦玩端遊 你就得一本正你能坐在電腦前 但電腦遊戲會比較高級一點 我口玩的事情更多更複雜一點 手遊就稍微簡單一點 加油啊等我下播了你在玩 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贏了你就一定要在 口袋房間告訴我 如果輸了你就翻牌告訴我 跑跑卡丁車我超愛的超愛的人 什麼手機小屏幕看久眼睛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電腦看久了才不舒服呢 因為電腦屏幕太大了 好暈啊 你看久了你就很暈 尤其是電腦看3D 我也很喜歡玩跑跑卡丁車 謝謝諾斯科諾夫特的全帳 你有什麼想算的嗎 諾斯科上次說我算的非常重 他不是我的拖啊 謝謝謝謝諾斯科諾夫特 隱藏著一些力量的要數啊 在我面前顯示你真正的樣子 與我定下約定的小叉 命令你封印解除 科金的科 下次FGO扣抽卡能不能出貨 哎呀你們怎麼 你們這兩個算出來 我要是都失敗了 我這還怎麼 我的招牌就毀了 我這麼說吧如果這倆呢 若月和諾斯科諾夫特 有一個失敗還行 如果兩個都失敗了 我以後就把我的招牌砸了 我把我的蒜子摊砸了 我去搞塔羅了 那你測字吧 好具體啊 原來還可以這麼玩 原來這個測字還能這麼玩 那要我說就說 看我等會兒呼不呼吸 有漏洞的沒說出什麼貨 你是奸商嗎 沒說出什麼貨 剩了 這麼快就剩了 真的假的 剛過去三分鐘 這遊戲一把只有三分鐘 你這樣搞得很像托兒 你是不是怕我砸我的測字 貪水你故意這麼說的 騙人的吧 是真的勝利的截圖都發了 是剛勝利的嗎 是在我測字之前勝利的嗎 還是早就勝利了 你就是發以前的截圖 跟這遊戲怎麼會那麼猛 可信度降低了 都怪你這一番操作 快說清楚快 沒有人相信我張是大師了 去玩到一半的時候 你想來測什麼 你不是去網上找了張截圖糊弄我吧 邊測邊打的 你還邊測邊打邊跟我看電 看直播 那你 你不贏都 你不贏 誰能贏 是真的 天哪 我也太準了吧 來 諾斯果然說你的字 看你下次能不能出貨了 測的時候雙方還在僵持 真的準真的準 來 你要測什麼字 嗓得好雅 就是課金的課字 課金課字 測出貨是嗎 你要出什麼貨 F G 我玩過 抽卡 抽卡 是要出那種好卡嗎 SSR 摩根啊 你要抽摩根 我不知道摩根 我只知道折耳根 看一下能不能抽的SSR 看一下能不能抽的SSR 你什麼時候抽 你是現在還沒有抽對吧 你說你不是托對吧 你是不是還沒有抽 你等會要抽 就是我測完了之後你再抽 Fate Fate的手遊 Cyber 到下個月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不然別人就說我是托了 抽幾次能中啊 你是想要抽幾次 你的目標是抽幾次出貨呢 還是說只能抽一次啊 一個月抽一次 還說你這個月可以無限抽 一百連啊 你要抽一百連嗎 你要看這一百連裡面會不會出摩根的SSR 是嗎 不是一百連嗎 諾斯科諾夫特 諾斯科諾斯科 摩根 不是叫摩根嗎 摩根 摩根 加耳花音不行嗎 那我不信北京人叫他摩根 北京人可能叫摩根 差不多三百連能出幾個摩根 你還想出幾個啊 我給你看這個字大師不好咯 你這個課金的課啊 是一個課伏的課 上面是一個生氣的氣 就是說呢 你去課金 你會讓你非常生氣 意思就是你這三百連摩根 你一個都戳不中 就一個都戳不中 你看這課 是不是你的課金的前提是在你生氣的上面的 所以你會 你的課金的整個過程就是被生氣所佔據的 所以你沒必要課了 你這課不上的 下次覺得你能課上的時候 你讓我測一測 好慘 真的很慘 而且你看這個字告訴你了 這個課是在生氣的下面 說什麼呢 就是你要克制 一定要克制 如果你不克制的話 你就會被生氣所壓制 如果你克制 可能生氣就無法佔據你的內心 無法佔據你的上風 如果你不克制啊 不克制你就會被生氣死死的壓在 壓在身下 人就會被這個生氣的情緒所 所影響 不克了 是不是課金這個課字是不是不吉利 那麼大一個生氣的氣呢 克制啊 節制 好不克好不克好 因為出不出去 這個摩根很難出來 下次如果有機會出來的時候 你再說 從根源上避免不准 是確實這個字不妙 大事不妙啊 大事不妙 大師不妙 大師覺得不妙 你看剛剛都准了 打遊戲都成功了 只要你不克制 只要你克制 幾百抽沒必要 你抽個幾 三個抽吧 三百抽沒必要 你抽三下 抽三下 感受一下這種生氣的感覺 然後你就不抽了 三百抽是不是太多了 那這個遊戲的機制 確實難受 三百抽都抽不中的話 嗯 確實有點讓人難過了啊 抽三抽 我的建議是抽三抽先 試個水 三百抽得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沒 沒花過錢 能不能中彩票 那肯定中不了 那能中我自己早就去中了 我何必在這呢 總有人去問那些 去酸病堂裡問 大師這個中娘彩票是多少呀 算塔羅 我這個號能不能中啊 那如果人家知道那個號能中 人家還在這擺摊 還在這算塔羅 人早就是發家致富 三個發電抽了兩個SSR 是不是啊 沒必要抽三個發電 一個發電 可是 人就是這樣的 不到黃河 心不死 你不抽一抽 你怎麼知道抽卡 這麼讓人生氣呢 對不對 怎麼勸服 都是沒有必要的 就你得抽一抽 你得自己 感受了之後 經歷過了這個挫折之後 你才會醒悟 不然如果當時不讓你抽的話 你肯定會覺得 哎呀抽一抽試一試吧 瓜哥阿樂你中了二十塊 好羡慕 我以前買彩票中了一道洗衣粉 它不是一整 一整大袋啊 是這麼小包洗衣粉 就像一塊錢的洗頭膏 那種裝的洗衣粉 我現在在上海手機壞了 是我壞了還是你壞了 你這句話理解不到 XX現在在上海手機壞了 買不到心酸 說XX在上海手機壞了買不到呢 還是XX我現在在上海手機壞了 買不到心酸 看不懂這句話 很奇異 王者忠要省錢 王者忠要不省錢 你要買皮膚 你要買英雄 上次老劉要跟我說 可以在某多多上面買手機 他是可以發貨的 還能種奇幅 因為那是好多年前的 是我上小學的時候 玩吃雞省錢 玩吃雞也不省錢 我給我的大號買了好多皮膚 我打的雖然菜 但是我得美 我往死下死掉的時候 倒下的那一刻 都是漂亮的優雅的 而不是一個灰頭土臉 還有沒有人測字啊 這麼準 這麼精彩的測字 看來大家對測字已經厭去了 我明天去學一下塔羅 謝謝BHNHOF 本很厚福的螢光海 已經一直都不知道怎麼讀 謝謝年月燦爛的權杖 謝謝你的權杖 你有什麼想測的字嗎 我來 我 隱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呀 嗓子啞了 沒有效果不好啊 在我面前 在小叉面前 顯示真正的力量 與你定下約定的小叉 命令你 年月燦爛天天開心 好合適啊 你又是想測的字嗎 年月燦爛 專注打人不愛皮膚 可是皮膚可以增加十點 攻擊或者十點血量呀 很重要的 而且你有皮膚 你在俠谷裡面很漂亮 年尾能順利去M國找我兄弟玩嗎 念 念字的念嗎 思念的念 看來你很思念你的朋友 是思念的念嗎 年尾能去M國找兄弟玩嗎 是思念的念嗎 你好愛你的兄弟哦 這麼飄洋過海的還要去找兄弟玩 你是去找兄弟玩 還是自己想出去玩了 是呀是呀來 飄洋過海來見你 念 念 感人哦這種兄弟請 好把這個鏡像一下啊 鏡像一下 來給你看這個念 這個念 這個答案先給你一個答案吧 這個答案是 看得見嗎 怎麼看 鏡像了之後就不會看了 這啊 這 這 這個念字是 先跟你說答案是肯定能去的 就是年尾你是一定會有機會 去M國找你的兄弟玩的 為什麼你可以這個念 分成了一個今天的經和心理的心 就是心 心是在今天的下面 就是說你每一天 日思所念的都是這件事情 你把今天說的這個問題 一直放在心裡 放在心底 所以你一直心心念念 能不能去M國找你的兄弟玩 而心字上面是一個今天的經 經是什麼意思 今天就是現在 就是馬上 意思就是說 你是有機會 只要你心裡一直思念著這件事情 你馬上就會有機會 你都不需要到年尾了 近期 都不要到年尾 年尾還得有六七個月呢 不需要六七個月 最近期 近段時間 不到年尾的 近段時間 就有機會能夠 可以達成班機 去M國找你的兄弟玩 你講 這麼多年寫的都是 寧心 那你是一個錯別字 原來沒想到 這個不僅能測字 還能夠 教導大家知識 很靠譜 真的很靠譜 所以你最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 就是一直想著這件事情 如果在 嗯什麼時候 看到一點蛛絲馬跡 或者看到有什麼可能性的話 你都要去嘗試 只要你一直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 你看 金下面就是一個心字 放在心裡的話 你去隨時去打聽關注 這種消息 今天 近期就能夠實現 馬上就能飛去了 但是呢 你得好好注意防護 你得戴好口罩 你得 備一點常備的藥 你得好好 然後給他帶一瓶老乾媽 帶一點中國特色美食 然後呢 你就得好好地 注意防護 千萬不要 在美國生 在M國生病 尊重祝福 懷揣著思念 對懷揣著對他的思念 馬上就能夠 踏上去M國的班基啦 祝福念 祝福你們九九 祝九九不八八 呵呵 懷揣著信念 好 懷揣著信念 與思念 祝九九不八八 如果你去了的話 一定要告訴我 讓我替你開心一下 祝福 祝福你 祝福你希望你可以 就是去 看到你這麼多年沒有見到好兄弟 並且呢 你也能夠出去透透氣了 真不錯呀 給他帶一瓶老乾媽 下飯吃 或者帶一瓶服辱 下飯吃 我今天等會兒就是下播了之後 就要把今天所有的翻牌都翻完 誰都被攔著我 用兩個小時把翻到我困 翻到我睡著為止 好吧 如果今天翻著翻著睡著了 大家也不要怪我 老乾媽外外電視 對眼鏡老乾媽真好 答答答答答 謝謝朱古力F的蹦迪 謝謝你的六個代王蹦迪 國外超市有賣 據說味道和咱們這裡不一樣 啊那味道都不一樣呢 還不明白她的幹啥 謝謝朱古力F的螢光 我沒有去國外買過老乾媽 但是我有一次去韓國拍MV的時候 我很想吃瓜子 我特別想吃瓜子 我就在韓國的超市和大街上 想要買瓜子 結果他們說沒有 然後聽他們說 在國外瓜子是給倉鼠吃的 就國外的人不吃這種瓜子 種子什麼的 那他們吃什麼啊 他們過年的時候吃什麼啊 他們過年的時候嘴部不想動一動嗎 不覺得不香嗎 好傷心啊 國外的瓜子是給倉鼠吃的 他們不過年 他們過年了呀 他們韓國不也是過我們中國年嗎 我們過年的時候他們也在跟隨著過年啊 因為這是他們以前留下來的習慣 就是以前我們很早很早以前 明朝的時候 傳過去的習俗 說完了就要被沖了 幸好沒有韓國人聽得懂我的直播 你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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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不讓人說實話了 韓國人過年吃泡菜 不說了不說了不說了 不說這次了 不說了 直播又要刪掉了 是明朝嗎 我只是探討一下歷史的不死嗎 我就是一個歷史狂魔 因為我要考研 我考歷史研 不要閃 我開玩笑的我不閃 我開玩笑的 歷史人熱烈歡迎 考不上考不上 歷史研還是太難考了 他要有很多的知識儲備和看很多很多的書 痛失韓國市場 說的好像我在中國很有市場一樣 我在中國都還沒有自己的市場 我還怎麼開拓韓國市場 我見走偏風我中國市場不要 我去開拓韓國市場嗎 我的老家了耶 每次別人說到痛失韓國市場 這六個大字的時候 我都想笑 我有什麼好痛失韓國市場 說的好像我有一樣 只要我沒有 我就無法失去你懂嗎 就是我現在無敵了 只要我沒有市場 我就無法失去市場 開拓泰國市場 那泰國是我的老家 那確實 等我在中國 有一定市場之後 我肯定要回我的老家 建設一下我的老家 讓我的老家泰國人民 感受一下大明星的風采 衣景還鄉好吧 先開拓一下 在外務工來 我的家鄉泰國 我這要去泰國人家 肯定都會覺得我這個手術做的特別好 喔不他會覺得我手術做的不好 他會覺得我這個生誕手術做的不好 肯定會問我 你在哪裡做的生誕手術啊 真的不咋地啊 我給你推薦一個泰國的醫院 肯定會有人給我推薦那種泰國的 做手術的醫院 覺得我這個變性沒變好 我就說 那我就想保持這種原來的風味嗎 保持一點男兒特色怎麼了 就想保持一點真實的味道 搞笑 我覺得泰國人受歡迎 我覺得還好吧 我覺得泰國人就是 他會比較愛 嗯 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泰國人喜歡的那種女明星 都是非常的 嗯 立體 五官很立體的女明星 然後可以演那種壞女人 就是用她鋒利的五官去使壞的那種 大明星 就那種 哦 成年 就是要有這種 哦 翻白眼很賤的表情 但是一定要是一個很立體的 什麼 關注了一個做過手術的人 他聲音完全沒變 你別說了 你再這麼說 別人該懷疑我了 你這麼說別人該懷疑我了 就是泰國的壞人 就是電視劇裡面的壞人 我以前很看的那種泰國的電視劇 泰國的電視劇 泰國電視劇裡面的壞人 就是壞得非常的表面 流於表面 我覺得當他們去拍甄嬛傳 可能安玲蓉都會這樣 甄嬛 好強 我要讓你躲胎 鼠痕 肯定都這樣子 就是不會是像 甄嬛傳本身一樣 演員演得很內 很內斂 就是會非常流於表面 就是那種 當著面子呢 角入造作的使壞 啊你們沒有看過泰國電視劇嗎 我以前有段時間很老愛看 就看泰國的偶像劇 非常的狗血 但是好上頭 用八道鐘才愛上我那種 很上頭 泰國和印度那個更浮誇 印度不是浮誇 印度是跳舞 並且要一直回放 印度會是 如果印度說一句 原來你是凶手 就說原來你是凶手 迪努努那 迪努努那 你是凶手 迪努努那 他就會突然 在一個關鍵時刻 開始跳舞 但是 如果是泰國人說 你是凶手的話 泰國就會這樣 凶手呢 就是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浮誇 就是 眼睛是一定要東看西看的 眼睛是不能正視前方 但印度就是 突然一個回眸 然後開始 你是凶手 然後砰砰砰 回放三遍 你是凶手 開始畫面一轉 在一個雨夜 暗黑的雨夜 開始跳舞 拿著雨傘 開始跳舞 微妙微笑 不過就是一個 平平無奇的 模仿達人 對 要很多人一起跳 如果他是個黑社會大哥的話 就要他的小弟 跟他一起跳 他如果是公司職員的話 就要他的整個公司陪他一起跳 並且老闆也要在裡面 還有大寫 特寫鏡頭的 對 就說跳舞的時候 老闆都會有面部特寫 好看哦 別提了 好看得不得了 我以前看過一個柬埔寨的電視劇 後來還安利給了一個粉絲 那粉絲 前幾個月吧 前幾個月 還給我發微信說 看了給我安利的這個電視劇 太好看了 他頭像都變成了那個電視劇裡面的 男一號的頭像 致力於東南亞文化 日劇啊 日劇就是會有很多變態 就他的變態是很深層的 就是你永遠想不到 哦 這個在大馬路上打掃衛生的清潔工 暗地裡是一個殺人分屍狂 就日本的電視劇 每一個小角落的小人物 都會有自己變態的一面 就是很有隱忍的一面 你看起來平時可能在公司裡面 很和愛跟每個人打招呼 或者是那種公司裡面的高層 非常善解人意 兒女雙全的高層 他背地竟然包養了十個小三 就是會揭露人性 跟他在社會上展示的一面 不一樣的 私底下真實的面 就日劇很喜歡揭露人性 我也蠻喜歡看日劇 或者一個 社會高層或者政員 政治要員的妻子 精通368種世界語言 並且是高學歷 一直為自己的政界要員的丈夫 在拉票 想要讓他競選的一個妻子 一個這麼賢淑的妻子 全國的偶像的一個妻子 其實他每天傍晚三點 就去外面私會情人 每天私會的都是不一樣的小男孩 就這種類型 真不錯 就是很華麗啊 很華麗 而且最近日本很喜歡 他電視劇裡面很喜歡演出軌 也不是最近吧 就是近年來 近年來都很喜歡演出軌 挺好的 而且我覺得日本的出軌 非常的公平 很男女平等的出軌 男人出軌 然後女人出軌 就是不光是演男人出軌 的戲 更多的就是演女人 怎麼出軌 怎麼壓抑 還是蠻關注到女生自身的 出軌需求的 這一點我很滿意啊 我很滿意 為什麼天天演男人出軌 男人出軌 你男人出軌的女人看到了 只能迎人 只能迎人 憑什麼 你做什麼樣的事情 他妻子就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出軌你出呗 我也出 對吧 我們互不干擾 對 咒嚴 我就說的就是咒嚴 啊 就是你咒嚴 還有危險的妻子 危險的妻子就是老公出軌了 妻子要殺老公 我覺得很正能量啊 不正能量不正能量嗎 很正能量 你出軌了 他出軌了 她是 丈夫出軌了 妻子殺她 這不是很合理的理由嗎 一點都不變態 我覺得很正能量 簡直就是當代 到今天啊 狗頭砸伺候 隔壁在唱歌 對 隔壁現在住人了 有時候晚上會聽到 唱歌啊講話什麼的 謝謝七夜夜雨的九十九個銀光棒 我有一次在房間裡面玩 狼人殺我APP玩 然後隔壁還 是趙天陽老師吧 還給我發微信 他說你當女巫啦 我說啊這都能聽見 就是我很普通的聲音 我就說啊我是女巫 我現在說一下我昨天救了誰 我昨天就是像直播一樣的聲音 但是我們這個房間隔音真的太差了 因為以前我隔壁是家恩嘛 那家恩是上學 然後就是可能上學的時候 吵不到她 對我就說我當女巫了 被發現身份沒關係啊 反正她又不跟我玩一把 她跟我玩一把 那她知道我當女巫了 那我這是暴露了 這不得殺了我啦 再播 十八分鐘 播到 哦不再播七分鐘 把播到四十 我就開始要準備回 翻盤了 謝謝你的螢光海 謝謝祝古力的蹦迪 看來祝古力現在愛上了這個 蹦迪和螢光海 雲蹦迪 雲蹦迪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家把蹦迪說成蹦迪 人家明明就是迪呀 起迪的迪呀 為什麼不叫蹦迪呢 而且我每次說蹦迪的時候 別人都笑話我 說我很土 那人家這個就是迪字嘛 那怎麼叫蹦迪呀 那你要叫蹦迪的迪 那你就應該寫打迪的那個迪呀 不就是蹦迪嗎 蹦迪怎麼了 嗯 我就是一個正確讀法 結果還被別人嫌醜 嫌吐 Disco的D 那就叫蹦迪呀 謝謝祝古力F的蹦迪 真的好選蹦迪呀 蹦迪 打蹦 打蹦迪 就叫蹦迪 就叫蹦迪 正確中文的正確讀音從我做起 以後就叫 把蹦迪要叫成蹦迪 每天要練習 是蹦迪蹦迪 蹦迪是不是太過分了 蹦迪略有點過分啦 謝謝可樂子的大餅 謝謝可樂子 好久不見可樂子啊 見了見了 握手會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也很久了 那都 都三四五六天的了 謝謝祝古力F的螢光海 可樂子你可以點一首歌哦 我們湊滿十首歌 我們就可以發車跳公演 因為我不是也沒有參加這個特殊公演嗎 然後呢我就想給我的舞蹈粉一點福利 都點了些啥我給念一下啊 朱古力還沒有點是不是 朱古力趁著你還在 朱古力你也一起想 諾斯科諾夫特點了 以石州的名義和燃燒的道路 年月燦爛點了第一隻兔子 若月點了戀愛心語曲奇 諾斯科諾夫特又點了一首春日 一輪花之丸點了一首我們不是天使 現在就差朱古力和可樂子 嗯 可樂子 看一下幾首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八八八首 你們倆點完就是八首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八七八 哇 謝謝朱古力F的螢光海 謝謝你的螢光海 哦 若月點的是歷史的獨白 哎不是戀愛幸運曲奇嗎 你看我這個上面寫著 歷史的獨白 然後滑掉了滑成了戀愛幸運曲奇 所以你還是歷史的獨白是嗎 幸好 幸好我又說了一遍 那我把它寫上 好 歷史的獨白 那為什麼我寫的戀愛幸運曲奇啊 好奇怪啊 是我們探討的戀愛幸運曲奇 那把戀愛幸運曲奇 好 我把戀愛幸運曲奇滑掉 又寫上了歷史的獨白 曲奇是朱古力點的 朱古力你點的是曲奇嗎 哎我的天啊 我哪個本記字我都記不上 我是不是一個笨豬 我的記憶力怎麼了 我記憶力現在紊亂 我怎麼記得朱古力沒有點啊 是你點的 救命好 我給你寫上戀愛幸運曲奇 我現在記憶力太溫亂了 我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已經有七手了 人太多了 不多不多 是因為說著說著就會去說別的事情 我的思想一直是遨游天際的 好我再念一遍啊 如果有差錯的話告訴我啊 朱古力點的戀愛幸運曲奇 納斯克諾夫特點的 以十周的名義和燃燒的道路 年月燦爛的第一隻兔子 若月的歷史的獨白 納斯克諾夫特的春日 一輪花之丸呢 我們不是天使 然後現在就差可樂子 沒有點啦是不是 排開門現在已經八手了 再湊兩手我們就可以發車了 發車 我很喜歡燃燒的道路 我要聘請一個嘉賓 我聘請劉姐夫一起跳燃燒的道路 這個叫隊長們燃燒的道路 燃燒你的卡路里 燃燒你的隊長道路 叫燃燒 我讓我聘請他 然後呢我再送他一個 海底捞的自海果 作為他的 報酬怎麼樣 這個東西可是有事 有價無事喔 聘請劉姐 高薪聘請 高薪聘請 海底捞 這個番茄牛腩自煮火鍋炒餐 謝謝朱古力F的權賬 謝謝你的權賬 朱古力給你變身 隱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 在我面前顯示 你真正的力量 與你定下約定的小叉 命令你 朱古力天天開心 好羞恥喔 我現在為什麼會覺得羞恥 我感覺我人成熟了 我第一次玩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厲害 我能夠把這個台詞 全部都說下來 我好強 我現在已經開始略微覺得有點羞恥 開始要臉了 就是長大成熟了 就經過這麼短短的幾天 我成熟了 就這二十多年都沒有做到的事情 通過這三天 我做到了 我成熟了 好了可樂子快點歌吧 朱古力你要測字嗎 現在是一個權賬可以送一個測字名額 測什麼都行 剛剛若月測了一個 他下一把遊戲會不會贏 我就說贏了 結果真的贏了 讓你選一選 想想好呀好呀 不急不急 等你想好了 你隨時告訴我 口袋都可以 口袋彈幕翻牌都可以告訴我 你想啊 你想一首對你最有意義的歌 就是我們相愛的那首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那首 我只是給你找一個大概的方向 若月你要測字嗎 隨便啥都可以 可以 但是最好是核內歌曲 我怕核外沒有版權 版權意識很強 或者是我們有版權的核外的歌曲也可以 若月你想測字嗎 你要測字的話我就給你測 測完這個字 不然的話我就要下播了 我要準備回翻牌了 喔不是若月 說錯了 朱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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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朱古力 因為我剛剛跟朱古力講若月測的老好了 就是測他遊戲能不能贏他就贏了 Sorry Sorry朱古力 就在嘴邊 我腦子太笨了 我很笨 你要測字嗎 朱古力 你不測 你不相信我 你隨便測一個嗎 你就算測一個你明天吃什麼 或者明天幾點鐘起床 你試一試嗎 你是唯物主義 你不相信張大師的能力 你試一試嗎 你隨便 你隨便 你就說 明天我幾點起床 或者明天幾點鐘老闆找我談話 或者說明天幾點鐘感到餓 我明天點外賣點什麼 對 這都行 非常好 怎麼問有人不知道自己要算什麼 要是我 有一個很厲害的大師 跟我說我現在給你算命 我之前 我要把我這一輩子的疑惑都要告訴他 我要讓他跟我算八百個題 我要讓他累死在我的問題裡 謝謝 遇見星星的萌萌的大餅 謝謝萌萌的大餅 萌萌也可以點一首歌哦 你可以想一想不著急 不著急 點一首對你有意義的歌 點一首你最喜歡的歌曲 巧克力指紋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在台上演 其實我生日公演的時候 我就選了巧克力指紋了 但是呢 後來就是 空台跟我說我的節目超時了 我就忍痛刪了好幾首歌 刪了一首巧克力指紋 刪了一首Blue Rose 謝謝可樂子的全账 可樂子來測字 必須測啊 這是強制要求 全账測字 是這個福利項目 是強制要求 太可惜了 不可惜啊 你現在 讓我去跳 我覺得不可惜 巧克力指紋 巧克力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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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一個新 好 你要測什麼 不會要測錢財吧 那你測的都不用測了 測一下點什麼歌 哈哈哈哈 天哪 你這是在難為我呀 你這是不是在難為我大師嗎 我這叫測人者 在自測 好 一個新啊 這個新字都不需要反轉 就是我給別人講解其他的字的時候 我希望把屏幕翻轉 讓別人看到這個字 但這個新字 太對稱了 那麼 你要測什麼 你要點什麼歌呢 你要點的就是一首很對稱的歌曲 什麼叫對稱的歌曲 就是這個歌名裡面 是對稱的 是有疊字的 就是歌名裡面有重複的字 然後呢 它又是很對稱的 你看像金字塔 而且這首歌 很多金啊 說明這首歌呢 曾經給公司賺過大錢 並且這首歌 是跟張雨昕息息相關 你想一下 歌名很對稱 給公司賺過大錢 跟我息息相關的歌 是什麼呢 Bingo Bingo不對稱啊 是什麼呢 哎呀給自己挖了個坑 有什麼歌名對稱的歌 我給你想想啊 抱抱 人家叫如果能擁抱我 人家也不叫抱抱 如果他的名字叫抱抱 那就是他 可是他的名字叫 如果你能擁抱車我 嗯 真的是他 我知道了 是最終回合 最終回合 為什麼這首歌很對稱 它不是名字對稱 它是舞台上這個 人數是四個字 對稱 並且它舞台上有一個 拳擊框 很對稱 然後它跟我也息息相關 它還給公司賺過大錢 因為這是S隊的公演歌曲 跳了好幾年了 夜碟也很對稱 夜碟是兩個人 那夜碟我還得再聘請一個嘉賓 夜碟確實很對稱 兩隻蝴蝶 聽著就很對稱 親愛的你慢慢肥 兩隻蝴蝶確實很對稱 夜碟跟我也息息相關 我跳個夜碟呢 雖然我當作是個肥娃 夜碟真的賺過大錢 真的呀 那真的是夜碟了 就是夜碟 兩隻蝴蝶非常的對稱 也跟我息息相關 我也跳過 然後它也 曾經給公司賺過大大大大大錢 最大的錢 那你要點夜碟嗎 可可可子 我給你算出來了 是夜碟 是夜碟 親愛的你慢慢肥 蝴蝶的翅膀很對稱 它變成毛毛蟲也對稱 夜碟怎麼來說都很對稱 而且是我們團最出圈的歌曲 好讓你再想想 好好好 隨便吧都可以都對稱 最終回合也很對稱 最終回合也賺過大錢的 好 我知道了 還有一首歌 算了都是還是夜碟最對稱 好你再想想 好的 那我要準備下播了 我要去翻一下牌 我昨天就忘記翻牌了 我昨天 11點半就下播了 然後拿著手機 我想說我心裡有件什麼事要辦 但是我記不得要辦什麼了 我就在外面溜達了一圈 我去想想我去溜達溜達 我看看我要辦什麼 結果眼睜睜的看到時間到了12點 我想 哎呀我天 我翻牌還沒翻 我真的記性太差了我現在 我要像劉姐一樣 我訂一個鬧鐘 告訴我什麼時候翻牌 你還沒來得及重新發 沒關係的慢慢發 我慢慢回啊 我現在開始翻牌去了 我真是個笨豬 我自己看著那個時間跳到0分 我都是崩潰的 我說我怎麼回事啊 我腦袋還有用嗎 我沒救了我這個腦袋 今天能翻完了嗎 今天翻到睡覺吧 翻到兩點 兩點半吧 再挺半小時 好了 翻牌幾天過去 翻牌是幾天 好幾天就過去了 慢慢復健好的 我復健 七天過去吧 七天過去 我復健我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現在開始打麻將 樓下有麻將管 是那個stuff的 我明天跟stuff說 我要鍛鍊一下我的腦子 我要好好打一下麻將 不錯 這個理由很好 我說我跟你們一起玩吧 我跟stuff 好了真的下播了 真的下播了 拜拜 謝謝你們今天的禮物 謝謝你們今天的陪伴 今天聊得很開心哦 這個直播不刪不刪 沒講什麼怪話哦 拜拜晚安 謝謝你們今天的陪伴 好好睡覺哦 好好休息 我覺得馬上快解封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明天的曙光 耶耶耶 拜拜